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以望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下如何过好我们的下半生啊 之前我开了一个视频叫做 我的37岁的退休生活 然后蛮多朋友感兴趣的啊 也很多朋友点了赞 但是呢最近这几天呢 因为我在通过跟大家说过 我看了我的前半生这个电影之后呢 给我感触非常非常的大啊 然后再加上这几天呢 我也因为想要学一些关于营销方面的知识 所以我就找了一些视频 在这里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两个老师 我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第一个呢是中国的营销之神杜子健 他呢对网络营销呢 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idea 而且呢他人很直 对于呢激励人生啊做人啊 各个方面呢也蛮有他的想法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关于他的视频 叫杜子健啊 另外一个老师呢应该是台湾人 叫江江伟臣 江伟臣老师呢也是通过浅显易懂的道理呢 讲给大家我们如何去做人 如何去做一个好的领导 如何去做一个好的员工 这两个老师的所有的视频呢 都非常非常值得看 然后这样就是我这两天天见大家看的 所以我在这里迫不及待想分享给大家 在我的前半生的那个颁奖礼上 就是马亦利不是获奖了吗 然后他在他的颁奖礼的最后一句说的一句话是 我们的前半生没有对错 只有学习和成长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说 但好像是类似这样说的 然后呢 这个电视剧的最后尾 说了一句话是 过好我们的后半生 然后这个电影真的是给我 就是感触非常大 所以这也让我呢开始认真的思考 我的后半生到底应该怎样去做 虽然之前我说我现在处理半退休 然后我想到真正想要的做的是 全退休的生活 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向往的 但是我相信可能是也是因为 这是当我们辛苦工作很累的时候 我们所要想的就是退休 休息 什么都不干 可是等我真正退休下来的时候 我却发现我的整个的生活 很多东西都发生了改变 特别是我在开了YouTube 学了几简之后 YouTube呢让我开阔了眼界 让我接触到了 在我的世界以外的人 事物 然后让我更开 让我更加 就是自己在澳洲吧 特别容易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边 自娱自乐啊 那种人 自来门那种的啊 但是呢 开了YouTube之后呢 让我真的是开阔了眼界 而且呢从做学几简 和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 大家也交给我很多东西 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自己改变非常非常大 并且改变的非常非常的快 在仅仅的一年当中呢 我就感觉整个人是 从里到外换了一个新人 换了一个新的 我们 不管我们现在处在一个 什么样的阶段 不管是20岁也好 40岁也好 50岁或者70岁都好 过去的始终是过去了 我们现在应该想 大家应该仔细的考虑一下 我们如何过好 我们的后半生 我觉得 特别是江伟辰老师呢 那里边讲过很多很多 关于我们对各自的 人格 人格的建造啊 我们如何做一个 好的领导 如何做一个 好的员工 如何 总之讲了好多好多 我最近脑子 满脑子就差的东西啊 在这里边呢 就让我感觉到 我说 我们人生 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而在 像我现在学几简之后 我的整个生活 发生了改变 东西减少 又会理财了 又会整理事务了 甚至连我学英文啊 处理事务啊 在澳洲生存 都感觉好像 换了一个人 我忽然间有种感觉是 我是 我的人生才刚开始 不是说我要退休 而是我感觉 我的人生才刚开始 因为以前 前半生 结婚 生子 然后呢 创业 这些东西 感觉好像是 算是人生 成功组 就是该做的都做 作为一个女人 该做的都做了 而 但是其实那个很多 都是我们是随波驻流 随着命运而走 为生活所迫 没有办法要出来创业 或者是 努力 辛苦 挣钱 其实那些东西 真的并不是我真正 向往 想要的 可是我开了YouTube之后 我有了多余的时间之后 反而让我更加 去思考 我的人生 到底想要什么 而 有了多余的时间之后 我就可以更加的 喜欢去学习 更加的愿意为我 就是知道我自己 想要什么之后呢 我会朝着我的目标 去努力 朝着我的目标 去发展 然后呢 就是这种学习 不再是被逼的 而是 自己像一种 非常饥渴的状态 底下去学习 想学这个 想学那个 想知道这个 想知道那个 甚至在 做YouTube的时候呢 虽然我每天 总是在想一些 什么样的话题 和大家分享 但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凡是我要分享 的东西 都是我学习的东西 所以我不单 只是学习 我还要把它消化 真正消化透了 变成自己的东西之后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和我 一起成长 一起去努力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忽然就感觉 我现在的状态 处在一种准备状态 而不是处在一种 退休状态 我们永远是处在一种 就当我成长 学习知识 而我对我的人生 越来越充满自信的 状态底下之后 我感觉 我只是在刚刚开始 更好的生活 在后面等着我 更好 更精彩的生活 在后面等着我 所以 我想跟大家说的 在这里 我不知道后半人生 我的后半生 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我只知道 现在的我 每一天过得 都非常非常的有能量 每一天都过得 非常非常有目标 我每天都在学习 不停的学习 甚至我在开车的时候 我都是在听英文的 那个视频 然后呢 每天都是在学 我也在学 就是关于澳洲 一些 就是基本知识 就是开始呢 慢慢的接触一些 我平时小世界 以外的东西 在努力的不断改变自己 我记得江伟辰老师说过 他说人呢 一定要再给人 不要让别人 安一个标签 给你安个标签 你要让人感觉 你每三个月 都有一个变化 每三个月 都有一个变化 而在今天呢 我也和我女儿分享 我女儿就仔细在想说 是啊 我自从 我现在想起来 我的今年的 这个生活的活动 要比去年的生活的活动 安排 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我说确实的 我说我非常为我女儿骄傲 因为我一般不是很管她 她进入私校之后呢 她看到身边的人的 别人 每一个人不停努力的学习 有很多各式各样的talents 就是技能 她又会很着急 她又想要去学 想要去运动 想要去跳舞 想要学这个学那个 而且呢自己去 就是也甚至 而且今年呢 她又做了班长 很多很多东西 都是不一样 就是她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就是因为她在 看到别人在改变 她也在改变 一直不停不停的改变 而最关键的是 在家里边这个做妈妈的我也在不停不停的改变 我觉得和我女儿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场互免的状态底下 就像我和观众朋友一样 每当我拍视频的时候 大家都是在和我交流 我就感觉我们是在一起努力 一起进步 一起在发生变化 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是一个普通职员也好 一个家庭主妇也好 当你开始真正开始思考 思考 我到底应该想拥有一个什么样的后半生的时候 我们就表示开始 我们要开始要往自己的人生 更踏一个新的阶段了 在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精准的做身边的每一样事情 像如果你只是 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员工 这个里边的这个江伟辰老师呢 他里边就会讲到一些视频 关于你如何在公司里边 可以得到老板的赏识啊 如何可以建构你的人格人品 如何让你有号召力 或者如果你是一个领导 他会教你如何做一个好的领导 如何可以让你 就是对人 什么 对员工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很多 曾经验就是我听了很多很多 满脑子都是知识啊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觉得有专业的老师讲给你们听的话 你们可能更容易吸收 所以我在这里介绍这两位老师给你 介绍这两位老师 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 他们关于他们的视频 我相信你们绝对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当然也可能 大家可能都看过了 我现在才知道啊 但是 我觉得一点都不晚 我觉得任何时候 我们不管现在多少岁 哪怕你现在已经70岁80岁了 都没有关系 只要你现在想改变生活 你就可以改变生活 当然我们处在不同的年龄段 我们需求不同 想要的未来的生活也不同 像如果你是一个家庭主妇 你的梦想就是想把家打理好 那我们就把精力全身贯注的 关注在家里边 当然同时也千万不要忘了自己的保养 身体的健康 还有对家人的整个生活气氛的氛围 与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是一个打工族 还没有结婚或者怎样 那你就应该好好专注的在你的工作上 如何让自己一步一步的爬 一步一天比一天的好 如何让你的技能 让你的 让你的才华被老板赏识 让你可以为你将来的未来 铺好更远 更长远的道路 像我今天在早 今天早上的时候呢 因为我的车不是被冰雹砸了吗 拖了一年 刚刚才开始去修 今天早上才去修 我就开车去了 然后呢 他们还不错帮我订的免费出租车 把我送回家 然后送回家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呢 他是一个印度人 然后我们俩闲聊就聊起来 我说出租车现在在澳洲 Malburn挣不挣钱啊 他说两年前还是可以 但最近就比较难 因为有很多Uber啊 然后还有 还有中国的弟弟 弟弟好像也是来到澳洲了 还有印度的一个大的 这个出租车公司也来到了澳洲 他说竞争很厉害 但是呢 我说嗯对确实的 如果你觉得这行不好 确实应该给自己留个后路 他就已经看到了远景 所以呢 这个出租车司机跟我说 他说他现在有其他的工作 出租车只是他一个part time job 就是 part time job 就是零工啊 是零工吗 part time job 零时工 对 他说他只做开出租车开一天 但是他现在已经转移到别的工作上去了 然后呢 他还和我了解 他说在澳洲呢 如果你有一个出租车证 如果有一个security 就是保安的证 还有一个什么证 他刚才跟我说 我就忘了 他说当你有这几个证书的时候 你是不会怕失业的 当你一个工作不行 你要转到另外一个工作 但是你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的时候呢 这两样东西呢 可以让你马上找到一份工作 让你至少糊口 至少可以养活自己 而我就通过和这个印度司机聊天呢 我就感觉到他对生活 每一步安排的都非常非常好 虽然他只是一个tax driver 但是他很清楚 他的目标就是 他的目标就是挣到足够的钱 为家里边 然后他会为了保证自己有 就是有潜入而有饭开 他会考几个证书握在手里边 以备不虚 甚至看到出租车 行业不好干了 马上转行 所以他的别看 不要看这种小小的行为 他都是在用心的生活 用心的 而不是得过且过 其实在澳洲啊 真的我当看到他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蛮佩服他的 因为在澳洲呢 我们特别容易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边 特别是容易就是封闭自己 因为这边的人经常不是不关心政治 也不关心什么金融 这很少 就是一般人都是比较注重家庭生活 像我 我就比较宅 然后我开了YouTube之后呢 我才开始真正的了解 现在的社会外边已经发展的很不一样了 所以在 我虽然说是我现在生活 我田园生活 我也很满意 但是在这个网络世界里边 如果我想开YouTube 如果我想为我的将来 过得更精彩 我必须也要不停的学习 不停的学习 不过还好的是 我曾经在创业 就是结婚生子工作 创业 我也没停下来 但是现在因为退休了 就是半退休生活 在家里边了 其实反而这个时候 我更不能让自己代谢 因为我不想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别人抛下 其实人每个人都是在进步当中的 每个人都在进步 如果你不进步 你很容易就被别人给抛下了 你的生活就会怠慢 然后特别是当和自己的爱人 家人 小孩 他们接触的东西 新事物 每天他们不停的也在成长 所以作为家庭主妇的我们 也不可能 也不可以让自己去代谢 也不可以让自己退步 也要不时的跟上他们的脚步 一步一步往上爬 当你的老公可以越坐越高 越坐越有钱的时候 你必须要随时准备着 准备好自己 去做一个可以匹配他的女人 不要说他变了 他怎样怎样 因为他在成长 如果你想让跟上你老公的脚步的话 必须自己也继续成长 有好多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身边的人 事物 大家说很多很多的苦恼 各种各样的蜂拥而至都跟我说 但是我关键的一点就是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必须要学会做强者 而且要学会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往上爬 永远不要被别人抛下 当你被别人抛下的时候 不要说 哎呀别人怎么忘恩负义 别人怎么对你不好 别人是因为你并没有努力 你并没有改变 你已经跟不上别人的脚步了 所以不要去怨别人 唯一可以怨的就是 自己没有改变 而现在呢网络这么发达 我们学东西不用 几乎都不用去学校了 YouTube啊 到处都是资讯 随便网上一查都可以 像很多朋友问我问题 我可能在Google上 随便一查就有信息了 我就可以转发给你 告诉你 其实现在的网络世界里边 而且我觉得 将来真正的挣大钱 都是在网络上 网络已经把大家 全部都缩 就是缩短了距离 而且让有才华的人 更加容易被发现 所以不要现在再说 你怀才不遇了 那已经是 就是说 有网络的世界里边 如果你在说 你怀才不遇的话 那就可能就是 真的是你自己的问题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希望大家和我 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如何可以过好 我们的下半生啊 当然我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 对下半生的目标 和憧憬 还有向往 那我们现在就应该 开始准备了 我记得前一段时间 跟我一个留学生朋友聊天 他就说 哎呀 我不知道我将来要做什么呀 所以我现在你看我也很辛苦 要学习 要上班啊 还要怎样怎样的 考试啊 我很辛苦 我就跟他说 我说因为你没有目标 当一个人没有目标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累 然后我和他聊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就和他聊起 那个前半生的那个电影 然后我说 看到了吗 女人可以没有爱情 但是不能没有钱 没有事业而支撑 你要怎样怎样怎样 说着说着 他就开始 哎呀来劲了 然后说 嗯老板娘 我要存钱 我要怎样怎样 他在那里说 然后我说 是不是感觉自己 没有那么累了 他说好像是 其实人呢 关键是要有目标 当你的人生 有目标的时候 你做什么 你都会变得非常有动力 有积极 哪怕洗厕所 都会洗得比较有力气一点 所以呢 当你的人生 你觉得你怠慢了 你开始颓废了 你开始觉得慢污目标了 就表示你现在没有目标 没有动力了 那就给自己找一个目标 给自己找一个动力 就算没有大的目标 那就找一个小的目标 如果再不行 就以存钱为目标 总可以了吧 所以我们的人生 千万不要处在一个 完全没有目标 完全没有向往 完全没有憧憬的 一个状态底下 这个时候你会很累 你会感觉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被生活所逼 被命运所迫 而做的事情 我曾经说过 我们可以有一个方法 让这个所有的负能量 转成正能量 那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能量 转换成 是我愿意去做的 我为了我将来的生活和美好 我愿意为我的未来所付出努力 去做好我的工作 去建立好我的家庭 去努力的擦好我的马桶 所以 所以这东西就是说 这就是现在变成了 为什么 我感觉学基建以后呢 我的生活感觉 发生特别大的改变 而且我以前那么懒 都不喜欢收拾家的人呢 我现在变得特别爱干净 特别爱收拾家 因为以前收拾家是因为 哎呀家脏了 没办法 我被迫被逼 我要去打扫卫生 而现在不是 现在是我的愿望 是我要家里边怦然心动 我要我的家变成极简的 我要我的家变成一个 让人进来就怦然心动的感觉的 我要我的家是怎样怎样的 所以我就把这能量转换成 为了我想要一个更好 更美好 更舒适的环境 更美好的家庭 我愿意去努力的 把家擦干净 去洗马头 所以当你把这个能量转换去 哎呀我就感觉 做家务都好像都很有力气啊 所以一定要学会 这种能量转换 而且现在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现在花钱呢 我比较把钱更加注重的 花在家庭上 不是吃 不是光只吃喝 就是日用品这些东西 我更加喜欢把钱 把钱花在 比方整修家里边呢 装修家里边呢 或者是把钱投在花园里边呢 把一些家就成就了 刷刷油啊 把钱就以前啊 就是我们中国有个习惯 就是特别不喜欢把钱花在 怎么说 就是不喜欢花在家里边 就想想好像我们 有时候有的习惯是 外边穿得很光鲜亮丽 但是呢里边的那一破洞 穿得很破旧了 很破了 一样可以穿 好像我们的生活都是给外人看的 钱都是花在可以给别人看到的地方 反而家呀 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啊 我们就会 哎算了 这样过去就算了 但是其实真正的 其实真正所谓的生活 是要真正碰到碰触到我们的肌肤 真正我们可以感受到 我们的床是不是睡得很舒服 我们的环境是不是闻起来香香的 我们的马桶是不是很干净 无菌的 我们的这餐饭煮的是不是很香的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要把握的东西 而不是那些为了给别人看 而花几万块钱去买一个双鞋 买一件衣服 或者买一个包包去给别人看 以前我是这样 可能但是我现在也会买了 但是那是在我能力所在以内的情况底下 但是我现在呢 做的更多的是 我把钱花在了我自己的家里边 我花在我的内衣里边 我花在我的日用品上 我会花很贵去买一个非常好的床垫 让自己睡得很舒服 我会把钱花在我的身边 我真真切切所享受的东西 这也就是为什么 西人愿意花钱去买鲜花 会来摆在家里边 因为鲜花可以赏心悦目 有很自然的花香 这是他们真正切切享受的生活 而我们中国人可能就不可能花钱浪费这钱 虽然现在呢 我们唐人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 然后有很多住在海外的观众朋友呢 也是对生活有了一定的要求 各个不同 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为了生活 或者是因为生活太过于忙碌 而没有时间去专注在这些方面上面 但是今天呢 我希望呢 在这里呢 可以和大家一起 或者是提醒大家一下 让大家可以认真的思考一下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后半生 我们到底应该是怎样 才是属于真正的幸福快乐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